走到淡水河岸可以看到美丽的绒体景观 而这里是游客每道淡水都会必定造访的景点 不过就在一旁的红砖座椅旁边有一座小女孩以及身旁许多猫咪的铜像 不少民众都以为只是一座普通的艺术装置 因此纷纷与这一座小女孩铜像合照 但其实这一群猫咪与小女孩背后可是有一段相当感人的故事 因此为了要让经过的游客或者是民众更加了解 新北市政府高摊处更在小女孩铜像旁边设置了一张解说牌 完全不知道也是刚刚看到才知道 你还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还蛮特别的 对还蛮有意义的 希望把她这种爱护生命的这种精神能够传递下去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县府就在这边做了这样的一个 尤其是以她小的时候的样式来做这个铜像 而不是以这个她成人以后的 就是她的爱心从小就在生殖在她的心中 所以做成是一个小她小孩时候的一个 民众看到后才了解原来背后有这么一段感人故事 市议员蔡叶维表示 其实这一座小女孩铜像是一名笔名呼呼的爱猫女作家 林卫林 她在2009年底一如往常每天到淡水河畔 喂食玩流浪猫 徒步返家途中遭到机车骑士撞伤身亡 让所有爱猫人士难过不舍为了纪念呼呼 也宣达淡水人与动物和平共处的概念 雕塑家王秀吉以女作家呼呼小时候的模样 打造一座铜像 一旁还有已故的接猫马小三在身边围绕 建立在龙体水岸餐厅旁的石椅上 那到近期呢 本府的高安地公文管理处啊 我们特别再去设立了这个解说牌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游客啊 能够在一起合影留恋的状况下 其实可以了解这个装置艺术的背后 其实它是相当具有值得纪念的一个意义 就是当初呼呼他想要宣导的 这些尊重生命啊 爱护动物保护的这些议题啊 能够一直被永远的传续下去 很感谢我们这个高安地工程管理处 杨处长跟他的团队呢 那非常的热心 那这个他们也很快的 就把这文案跟这个解说牌呢就做好了 我相信呢将来游客来也好 或是我们在地的居民来这边经过的时候 我相信请大家都能够停下来 足足看一下这个解说牌 了解这个夫妇女士爱动物这样的心 新北市高摊处表示当初设立这一座铜像 除了纪念女作家林卫林 也代表着当时国人开始重视动物保护艺术的抬头 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在过去这七年铜像旁边一直都没有解说牌 就连住在淡水的居民都不知道这一座铜像背后的一段故事 因此也希望借由这解说牌的设立 可以让更多人与呼呼合照 或者是爱猫的民众 可以更加了解感受其中的含义 记者是团一带去采访报道